金融集合 Lynn 教授, 回到六月四日的星餘紅鐘 又到六四 六四時來說, 當然昨天已經講過 今年好像沒什麼人鼓勵人們去懷怨 去集會、示威 現在說香港人道664還用人鼓勵嗎 有沒有大台都沒有所謂 反而在英國這邊其實有些遍地開花的情況 去年也是啦 你撲釋了維園 五十一個國家地區有維園燭光 今年現在聽起來好像沒有五十一個國家地區 但現在看到也有三十幾個 即是往年你說在那些年輕一代那些學生領袖 譬如現在你說逃亡去美國的以前前學聯那些朋友 或者是英國那些以前學生領袖 都不是說太抗拒的 譬如我們上個星期 我們都做了一個網上論壇 即是說這個六四的悼念 因為年輕朋友 雖然說這些事情過往來說 其實很行禮如意 他們說是很形式化 其實說真的 其實有時代的意義 跟現在這一代去 你說套下去其實是比較難的 因為當時這個 你說六四 其實主要就是 你現在說口號來講 很多人就聽得耳熟能長 就是叫做建設民主中國 叫做結束一黨專政 平反六四 追究屠城責任 這樣 無可否認 這個一定是 就有一些所謂的愛國主義在裏面 但是 教授你自己往年都做過這個 香港人身份調查 其實是 自己覺得究竟有多少人 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 尤其是在雨傘運動之後 直到反送中事件 其實是 確實你見到年輕一代 認自己的中國人是越來越少 事實上是 我也覺得這樣 就是 任何一件事都有它的根源 你知道支聯會 或者當時八九六四之後 支援國內民運的背景 當時的背景 所以才有五大訴求 這個不是雨傘運動 那五大訴求 總之有五大訴求 那五個訴求的幾個口號 老實說 其實都不一定要你認全 等於你說七一遊行 通常都是許願樹 大家掛了很多不同的訴求 在裏面 任何儀式 其實都是一種凝聚 一個意志 凝聚認識 各自去 就著一些共同標 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 早幾年當那些人說 行禮如意 我不認同這些 這麼大中華交的說法 我都說 你不認同 就不要去 如果你覺得 你要完全認同才去 你就不要去 但你覺得 認同到一個 認同到兩個 認同到三個 都是你的想法 我都可以求同存疑 保留意見的權利 但我認同其他幾個 那你就去 如果你覺得這個儀式是重要的 行禮如意又如何呢 這樣 現在確確就是這樣 當年很多人認為 行禮如意 我不去 拒絕大台 我另外去搞論壇 搞活動 用另一種方式 去研討五四 那就做吧 沒有人反對你做 到了現在 維園沒得做了 到處都沒得做了 沒得搞了 你見到 零零星星也見到一段時間說 反而現在就懷念 有得行禮如意 那你真的很不幸 所以這樣說 不過怎樣也好 到今時今日 就算維園 今天不會有燭光 警察去到這麼兇 你一個人出現 只要構成煽惑 被人覺得你怎樣怎樣 我就可以拘捕你了 他現在這樣嚇你 我覺得 大家都沒有需要送頭 就不要去 無需要去 無需要一定要去 那你各有各康式 百花齊放 各自表達 他更加難搞你 那你就各自做 而且 就算現在沒有維園燭光 那又怎樣 現在你看到資料 都知道 起碼全世界有三十幾個地區 和國家 是有這些特別活動 你撲釋維園燭光 你就搞到那些燭光 去到周圍 周圍放煙化 我覺得 對於延續那種記憶 凝聚那種意志 的作用 一點都不會被 維園少 香港人 可能覺得很遺憾 我不可以去 你用一個機會 去表達 但是 不要緊要 在心中 是吧 我們知道 是非曲直 最硬正 最難推翻的 就是我們良知的判斷 所以去不去 不要緊要 大家心裡 不要跟一些 當權者 小粉紅 擦鞋仔 土共 那些所謂警察 用同一種角度 和態度來講話 都已經是一個 在這個時勢 已經是很革命的了 我覺得大家 不需要 因為去不到園園 是 事實上這些事 首先要在心中 是 你究竟覺得 六四隊 可能意義而在哪裏 對教授 這一代的意義 當然是很深重 是 等於以前 很多 支聯會 當時 都未成立 學聯 那一代的領袖 上過去 你說 宋張馮也好 另外 記者也好多 譬如你說 謝子豐 其實他都差不多 留到最後一刻 是啊 他躲在廁所頂 是啊 李卓人 還被拘捕 還被拘捕 要逼著寫悔過書 才下來 但今時今日 李卓人 在監獄中 你真的要敬佩 很多人 當年 選得票補選時 又說他左交 大中華交 但現在看到 他在獄中 這麼困難處境 他都表態 嗯 所以 我們在外面 更自由的 就算去不到維園 又如何呢 都是 要敬佩 有些人 嗯 嗯 我也同意 有些年輕人 過度形式化 其實是否可以 用一種 有時代意義的方式 去重新 去 將這件事 用一個 比較 貼時的方式 去 悼念 這樣 譬如你說 你說叫我愛國 真的很難 我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這樣 其實 你說普世價值 你說任何城市的屠城 自己屠殺自己的人民 我想 其實這個普世價值下 都值得去悼念 一定不對的 一定不對的 是的 但是這個人道主義的問題 其實這個我們一定要去追究 是的 就是徒城的責任 如果你說這樣說 緬甸那些又要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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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去侵略 胡克蘭又要 那樣 如果你說普世價值 那就很忙 什麼時候輪回到六四 又不是我的事 輪國的事 但是 現實意義來講 其實 始終 你不想承認都好 就算 你覺得自己不是中國人 但是問題就是說 現在 即使你不想承認都好 那 你香港 確實 那個命運 是被中國掌握著 那他現在說 國家安全法 你根本都不能做 都是國家兩個人在前面 你認不認他 中國人都一樣 總之你在這裡 他說你首先是怎樣 你做的事就違反國家安全 就是他所謂的國家安全 就是他所謂的國家安全 就玩你了 那所以其實 就 就 好像何俊仁那樣說 即使他現在 坐在監獄裏面 其實他寫一些信出來 都說 其實他深刻體會到 現在更加是 你說中國沒有民主 香港更加沒有民主 對 沒錯 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你不是說一個專制獨裁的中國 阻撓你這個政改的進程 那怎麼會有八三一呢 這個叫做白皮書 八三一一國兩制白皮書 是的 然後 現在你看到是 好像 現在 所謂完善選舉之後 習近平怎樣對 李家超說 他就要長期堅持 對 長期堅持 對 體現了這個叫做 是愛國者治港 對 那要長期堅持 那長期堅持 就是幾長期 那現在 譚耀宗說 起碼十年 譚耀宗 他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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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阿羅文端那些說 就是 中會落實 雙普選 是沒有選的 不知道 但是 大家都知道 所謂雙普選的意思 就是 這個就是中國特色的雙普選 老實說 你現在搞到選舉 這樣說 這些叫做選舉 不要騙我 是吧 比七十年代還差 七十年代的市政局選舉 都是真選擇 這個就是 玩文字遊戲 你說 我們不會行西方模式的民主 西方民主 有很多爭拗 內鬥不亂 這些我們是不對的 中國不玩這一套 你說 香港和中國是國家一盤棋 如果你說 以後香港要納入大灣區的一部分 你走得太前的時候 或者 否定中國模式的民主 中國模式的民主 就是什麼 不是民主 就是獨裁 他說的就是全過程民主 全過程民主 就是黨 習近平學洩 毛澤東所說 就是東南西北中 黨領導一切 那麼 黨領導一切的時候 那 就 他就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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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你又要用一個民主 這個旗號 實際上 你們在玩獨裁 但你又否定普世價值 但民主 這個正正是普世價值 是的 即是 鄭雁雄 國安處 我們踢足球 可以 身體衝撞 肢體衝撞 但是 就一定要有規矩 這樣說 你說的那裏不是足球 你的龍門搬到哪裏都不知道 沒有龍門的 啊 而且一個規矩 任你說的 吹黑哨的 啊 那這個就不是踢足球 那你用踢足球 來比喻國家安全 真是好笑 哈哈 就是啊 即是你現在不是說這些話 即是 我現在就是你的吹黑哨 是啊 即是你打任何球 這些運動遊戲 一定要有規矩 我們不跟你的規矩 不跟你的規矩 啊 問題就是 你這個規矩 有時候搞個特首 都頭 都 都 雲陀陀 我記得 林鄭啊 在立國安法之前 即是立了國安法之前 立國安法之前 她有反省 唉 我以前都是有一些 不是夠深刻 就是掌握這個 一國兩制的 或者是這個 基本法的精神 是啊 一講精神 就講什麼都可以了 講什麼都可以了 是啊 我們現在講協議 講承諾 精神 其實不是講一國兩制的精神 是講現在的領導人 和有權話事的人的精神 嗯 找來講 是啊 因為她來演繹 她是權威 什麼都是權威大 但是問題就是 我覺得就是 其實 我覺得是有意思 就是說 比如說 你說說六四 這樣 有一個叫做 叫做活化她 去悼念的一個空間 你說六四 如果你做一個歷史的意義 歷史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學習歷史呢 希望不要再重蹈歷史覆轍 是啊 是啊 這個很簡單 但是對於我們來講 有什麼意義呢 這樣 喂 你悼念一下胡耀邦 為什麼會最後最後觸發到六四的屠城事件 是啊 為什麼呢 悼念胡耀邦之後 繼而學生 就開始醒覺了 覺得 喂 中國應該要有 中國 就不應該 有官島 不應該有貪腐 不應該有這個 叫做 就是腐敗的問題 繼而 他覺得就是 上層建築 要做一個改革 是要民主的改革 是啊 要民主要自由要法治 正正就是那一刻 就觸發到香港人支持中國 所以你要行禮如意 你首先問一個前提 當時所說的那些事情 今天是不是還有意義 明顯 今時和當日比方更差一點 都不應該 對香港人的角度 正正的意義在這裏 所以我覺得 都不需要再爭論 行禮如意 其實很簡單 你說 現在你說再爆發一次 如果歷史再重現 就是你現在看到 李克強 也叫做民望 開始跟習近平似蕭比仗 開始冒勝 開始說多些經濟 說多些民生的事情 如果不幸 大吉利是說句 掛路塵 然後那些學生叫做悼念他 繼而呢 就叫做 要走回改革開放的路線 要搞經濟 然後繼而 就要求民主要自由 那麼 我們在境外的香港人 是否應該支持呢 是 當我們有共同理念的時候 是否應該支持呢 嗯 他們的五大訴求 可能變成我們 跟我們當年追求的五大訴求 就相同了 是啊 是啊 而事實上就是說 如果 我們是見到 在中國大陸裏面 有民主的希望的時候 問回我們自己 應不應該支持 嗯 是啊 即是你愛不愛國一回事 但是如果你看到 今時今日的大學的 即是在大陸的大學生 不大學生也好 怎樣也好 理智全國的中國的大學生 一起響應這個民主運動的時候 那我們應不應該支持 是啊 即是有些搞分化的一些人 即是說 是中國人 比他民主也沒有用的 比他民主呢 他可能會更加民粹的 對你香港人更加殘忍的 以前陳文就是講這一套 是啊 那麼 即是 問題就是說 你這一套這樣民粹主義的民主 其實就未必是民主來的 是 這個就叫做是 比獨裁者 民粹而無弄的所謂民主來的 其實是希特拉玩過 我覺得關鍵就是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你不要太複雜 你首先是判斷現在這種做法 對不對 即是這樣說 等於說 俄羅斯要入侵烏克蘭 你也不用問一個問題 如果你趕走俄羅斯人 那又怎麼辦 你問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 現在俄羅斯人 是入侵烏克蘭 屠殺頂江地的人 侵略其他人的領土 正是這件事 已經令你有足夠理由去支持 烏克蘭抵抗 支持烏克蘭人 要把俄羅斯人趕走 至於下一步 烏克蘭會怎樣走 他們是不是爭氣 這個已經是下一步的問題 你不可以因為考慮到這一點 就說 現在俄羅斯人入侵烏克蘭 都沒有問題 我管得他這麼多做什麼 不可以這麼說 同樣道理 即是 你中國人將來 整個什麼制度出來 會不會走去民粹 這是下一步的事 但現階段 你見到這個政權做什麼 這個政權做的事情 對不對 準不準確 合不合理 我們對這頭為有個判斷 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話 我還是覺得這個問題很簡單 你不用問太多 反過來 八九年六四 爭取那些打倒官倒 清除腐敗 體制改革 有沒有做到 33年來 今天這些事情 是不是還應該繼續堅持 繼續爭取 因為當年爭取不到 今天造成什麼局面 香港搞成怎樣 你解答這幾個問題 你就應該清楚知道 我們應該用什麼態度來看六四 我覺得 其實你現在面對這個問題 或者 今時今日 這年輕人 面對悼念六四 這個 這樣的 瓶頸位 悼念他沒有好用 行禮如儀 這樣 其實 現在這個問題 其實在香港人來說 尤其是我們海外香港人 都開始面對 譬如你說英國 去年 就真的行禮如儀 去悼念 紀念 未去到悼念 紀念六一二 紀念七二一 紀念八三一 紀念十月一 甚至乎去到紀念 這個 即是 大三八事件 即是中大 中大和里大事件 是 我們去年 就真的做了一次度紀念 那麼我們今年紀不紀念 我們後年紀不紀念 是不是去到香港沒有民主 我們都會紀念 還是 只是有一個限期 我們是否去到 我們 即是在英國來說 即現在 落地山根之後 我們融入了本土 我們變成了英國人的時候 已經是 哎 香港的事不關我們事 是的 我覺得很多來到英國的香港人 不是這樣想 當然 我經常都說 來到英國 我們都要積極 投入這裏生活 投入這裏社區 Council選舉 也有投票 是這樣的 但是同時 即是 我覺得很多香港人 即是 這個很特別 即是這一代 或這個世代 移民到英國的這班香港人 很多都是很關心香港 這個我來了幾個禮拜 我感受很深 在街裡 周時碰到一些 不認識的香港人 你以前不認識他 但是走過來跟你聊天 跟你說話 說香港的事 繼續說大家加油 我覺得 在海外有很多香港人 我們上個星期 去了雷丁 那個香港人節 友誼節 立刻有 梁牧師走過來 跟我們說 有聽聲譽紅中 不止梁牧師 還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有一個三十多年 三十年沒見過學生 跟我打招呼 相認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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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就不同 跟以前 你說海外文化人士 不同 其實我們現在 起碼在英國 香港人群體是很大 是啊 很容易聚在一起 是啊 所以變了就是說 我們來到這裡之後 我們有了自由 有了民主 是啊 那我們還會不會 紀念我們自己本身出身地呢 是啊 是啊 我們那個情侶還在嗎 希望香港這個地方好呢 其實我們當然支持香港 現在留在這裡 很難說抗爭 但是起碼堅持理念的人 是啊 至碼不要跟著說謊 不要跟著說謊 不要跟著說謊 最簡單的就是 不要跟著說謊 不要像夏妙宗 啊 盧文端這些 說這些東西 這些人沒有意義 這些人說什麼 大家明白他是什麼人 啊 他在想不想啊 啊 啊 陳佳佩的 你不要管他了 這些人已經不需要你會了 最重要是自己開始 我們不跟著他一起說謊 我們聽清楚他在說什麼 我不會 相信你說的話 嗯 保持那種警惕之心 對研究 有些事情 你現在說 嗯 香港和大陸 這樣 其實 現在是不是去到 啊 經常說 香港一國兩制沒有了 香港大陸化了 如果你說 就這樣看起來 是不是呢 還不完全是 是 還不完全是 雖然你說 一國兩制是一個方話 來的 但是他 那種不同 我們還可以看到 而正正因為那種不同 我還不可以說 完全沒有希望 但是你說 在大陸裡面 看到發生的事情 很殘忍的一些 叫做清零政策的事情 可能他將來 會在香港出現的 是啊 譬如你說 現在在大陸封城 以前 就算是上海人 都沒有想過 發夢都沒有想過 上海這麼重要的城市 是吧 全國都看著上海去賺錢 是啊 中央財政 都很仰望上海去給錢 他的 怎麼會搞上海啊 是啊 就是以前上海人這樣想的嘛 是 但是封城一來到的時候 一切都不同了 是 你看回上個星期 就是華爾街日報做了一篇訪問 就是做了起碼五六個 年輕人也有 中年人也有 中產也有 他們都說 我們自從這一次封城之後 要不就不結婚 要不就不生孩子 是啊 這個我們星期一去討論過 是啊 這個就是 上海本身就是給他一個沉夢的地方 所以他們才來到 原來跟其他地方沒有分別的 是 那香港是不是這樣啊 今時今日 你說現在還在香港的人 可能都覺得的 哎呀 我們香港不是大陸這樣的 那麼 就 香港 你說現在 你搞了什麼 叫做第三針 是 你說第三針 你沒有打第三針 你就不會有那個 那個叫做 疫苗通行證 你去哪裡都不用去 你覺得很殘忍嗎 不是啊 在上海更殘忍 上海說現在解封了 上海如果說疫情來說 數字更少於香港 是啊 死亡人數也不是多 很少而已 是啊 你唱片上來講 只有八百多個而已 但是香港現在標準是四五百 已經是四五百了 你現在的感染人數 大概一百三十萬 是啊 但是 你說大陸 你現在看到正在發生的 你解封 這個兩千五百幾萬人的 上海市解封 那是不是自由啊 這樣 原來又不是 原來又 假解封來的 原來 第一 解封了之後 仍然都是街道委員會 告訴你 你哪裏都可以去啊 這樣說 這個問題 剛剛也看到一些 朋友說 早上說解封 誰知道 下午就說 發現新的病毒株 然後 立刻就要 全國橋區又再封過 然後叫你全部做核酸 有所 有所 口訣 真是好笑 周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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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做 周四做 周四做完 周一做 哈哈 哈哈哈哈 現在 所謂 所謂 做那個檢測 是啊 不要理會錯 那個叫核酸檢測 48小時 就經常去做 48小時做一次 但是 我覺得實行起來 都不止48小時 因為 現在說到 15分鐘距離 是啊 可能是你比吃飯的 是啊 一個星期做四次 三四次 是啊 我看到 自由亞洲電台 我們都做了一些訪問 譬如 有位何女士就說 現在 你說可以外出 但是 挺煩的 48小時的核酸證明 半夜去做核酸 因為現在出門 就需要做48小時 是啊 要拿個黃馬 綠馬 真的 去超市買東西要證明 是啊 然後坐公交要證明 坐地鐵也要證明 大哥 其實你每一步都要證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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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說 那些屋苑 出出入入都要證明 是啊 是啊 就是 1984 提早 再出現 是啊 好了 你說 星期三 有人在黃布江那邊跑步 好像說 恢復正常 購物中心 超市那些營業 開放 那樣 你現在 叫局部開放 但是其實 那個叫做 出街 那個 叫做交易成本 是很高的 你經常都要做這樣的檢測 是很煩 非常之煩的 其實是 你可以想像 是 你去哪裏 都要拿著一些 官方應許的證件 跟你當年 在納粹黨 在波蘭 在不同領域 那些 所謂的 Ghetto 你要帶著六角星章 才可以走出街 要有證件 可以去哪裏 有分別嗎 現在 上海 就像納粹黨 集中型一樣 沒有分別 但是我覺得 奇怪 為什麼說 你在上海 雖然疫情比香港少 但是嚴厲程度 比香港嚴厲 很多 你至少 香港只要打三針 就可以到處去 但是你大陸 你打過幾個針 都是要做核酸 是啊 去哪裏核酸 是不是很重要 香港遲早都是這樣 你現在看到 有什麼 現在是業務通行證 這個通行證 遲些又說 要有特徵符合的條件 你才可以用的 你感染過 又要有三個月 寬限期 是不是 所以其實 程度上是空虛 因為那時候 梁萬年 為什麼說 香港做不到 就是那個 叫做全民檢測 是因為 那個叫做組織能力 不夠 但是為什麼 現在你說 李家超上任之後 又說 要搞一個 應急動員制度 每個公務員都會響應 我說抽你的時候 就抽你的人 是不是 然後呢 那個動員 組織能力 都是要用這個 KPI 去管理 KPI 這個叫做 KPI 這個叫做 就是 這些舊瓶新酒 新瓶 就是 新瓶舊 在3月 當傳出說 香港要搞 這個全民檢測的時候 其實類似的動員已經開始了 當時很多不同的部門 那些 部門 頭 已經跟下面的人說 你們這 3月底 哪裏都不能去哪裏都不能去 到時 如果搞全民檢測的話 所有公務員都要隨時後命 就要配合這個全民檢測 封城維封那段時間的工作 就是這樣說 那麼現在 李家超就搞搞新意思 或者顯示他不同 又搞KPI 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什麼 KPI 就是 他現在說的 似乎不是KPI 不過他隨口說算 他都習慣了 就是 有KPI 動員系統 都是在做同樣的事情 那 好了 所以這個問題 你不要說是不關事 香港 為什麼還未做到 像上海一樣 就是那個基建力不夠 那個組織能力不夠 但是 就是你 大陸 只要你一天 你那種運動式執法 都是這樣去做的話 香港遲早都是這樣 你所謂什麼應急機制 其實就是 方便你以後做一個運動式執法 是啊 那好了 其實就算是大陸人 都頂不住的 現在是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 是啊 教授你最近 你也看過了 一個是 上海企業家 上海企業家 就做了一封信 去挑戰習近平 公開信 這封公開信 其實究竟 大役不道 他叫做 躺平清零 復工不復產 靜觀二十大 他說到靜觀二十大 這個就是可圈可點 就是挑戰這個權威 挑戰習近平的權威 首先清零這個政策 其實就是習近平的baby 是啊 他幾個禮拜前 開完經濟高層會議 說 要跟這個懷疑論者 鬥爭到底 是啊 那好了 為什麼你要看到 李克強兩個禮拜前 開過十萬人大會 給予人一本盼望 因為 你看到就是 《華爾街日報》 其實你做過很多篇文章 都說李克強和習近平 釋放不同的信息 很明顯是 習近平不斷在說清零 不斷在說 動態清零 是動搖不得的 是啊 即是誰在頂撞的話 就要跟你 鬥真到底 即是跟你死過 對 但是你現在 你要復工的問題 你就要面對 對吧 其實我們之前也說過 李克強 其實現在釋放了另一個信息 就是說 你現在做夏良那些人 即是你現在種田那些人 就不可以因為這個檢測 影響那個 那個叫做 風修 秋修 夏修 夏修 沒錯 是啊 其實很近而已 因為盲眾就是接下來這個月 其實是 事實上很多關鍵時間 如果你這樣瘋佛 就會全部通過了 是的 我想李克強就看到 你不是李克強 你稍稍有些常識 你只能過了 就會追不回 是啊 所以你現在看到 即是 你說什麼陰謀論是怎樣也好 即是說 你說李克強和習近平 唱聲謊 或者是那種叫做 這個 期望管理 但是現在你說走這兩條路線 他走出來的民意 你就看到其實是 即是被政府看到 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 這是不是真的呢 也有待商議 現在你看到就是 有一幫 所謂的企業家 走出來 都是哭五大訴求 都是 而且每一個訴求都衝著 共產黨的 鼓子入發性 我覺得是 是的 首先他跟你痛陳厲害 就說 現在這種營商環境 非常之惡劣 他說 外部環境四面楚歌 內部政府 順庸崩塌 解封之日 即外之撤離之日 內之外逃之日 隨即大規模的企業 破產重組 清算將擊破民眾 對經濟復甦的最後一絲幻想 韭菜已經被割盡 已經被掃盡了 法治淪為人治 經濟就被政治綁架 數萬畢業生 就不得不融入失業人潮 畢業生今年很嚴重 什麼數萬 是一千萬 數百萬 他說數百萬 其實今年是一千萬 社會動盪不可避免 說到這樣 然後靜觀二十大 所以 純粹這些文章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以及是否公開發表了 但是 真的是 用共產黨語言 簡直是大極不道 那幾例的訴求 全部都是沖著共產黨的管治 合法性 包括了 其中 比如說 要釋放平反良心反思想反政治法 這些都可以說 嚴懲疫情防控期間違法亂己 妄顧民意的各級政府和基層官員 嚴懲慘權 濫捕濫爪的執法司法人員 嚴肅公檢法隊伍 虛期政治法 這些真是 真是 反你底 然後 釋放平反疫情期間為民眾發聲 或捍衛個人權益 而遭受政治司法迫害的公民 有一句點 平反近年企業家的冤假錯案 如任志強案、孫大五案等 追回蒙冤企業家的損失 名字都寫上 大家知道 任志強案的性質是怎樣的 就是你寫一篇文章 直接挑動最高權威 不是說習近平是不穿衣服 都要認自己是皇帝的小丑 是啊 即是他被判刑 大家知道什麼事了 他現在說要平反我幫他 所以這封信 若是真的話 都幾 幾緊要 我覺得 是啊 其實 他現在所謂的 有七大訴求的 包括政治改革 嚴懲這些疫情防控期間 違法亂己的官員 是啊 整肅公檢法部門 還有還權於民 重新制憲 開放黨禁、報禁 還有消除特權階層等等 大哥 這七大訴求 等於剝共產黨光珠 是啊 剝共珠 我也是沖著他最核心的 管治合法性的問題 那就是全面否定 現在這個 全過程民主 如果這封信是真的話 講那麼多話 其實幾個字都講完 就要打倒共產黨 嗯 我覺得 這封信就沒有說真還是假 這封信就出來了 問題就是說 誰出的 誰在背後搞的 誰在發工的 究竟 他的動員能力有多強 是啊 現在呢 其實那封信 就出了幾天 其實是 由三十號 就一個叫做 上海部分企業家 和投資人 發表一封 公開信出來的 其實是 那當然 就很快就刪了 吻 是 你看不到 但是你說 六四辭職 正管這樣的東西出來 是 真是 你都不是說不惹小 其實 都幾詭異啊 是 你說 十萬人大會之後 李克強十萬人大會之後 當然 就不像 當年 七千人大會 劉少奇 立刻發難 叫做 要求 毛澤東 就要自我檢討 沒有這件事發生 但是 就似乎 就算你說 是真是假 都好 但是他種下了種子 就告訴你 現在不可以 只是說政治 不可以只是說青人 那 那 有封信 你見到 胡錫進都不斷在接二連三那裡說經濟 是啊 又說 現在要救市的話 要經濟核彈 就行了 要核彈級的措施 要重振別人的信心 其實是 現在你看到 吳靖子 是這些黨媒 的頭頭 這些黨的後線 現在是企業家 出聲 我覺得 簡單來說 肯定背後有人發工 如果不是普通 一百多月家 哪敢說這些 這些 這些 說什麼 每一句都可以殺口 可以 是啊 所以他們夠膽說 我覺得肯定是 有些 背後是有些 政治操作 也都反映著 國內那些 所謂 不同政治板塊之間 在二十大之前的 權力鬥爭 我覺得已經很清楚 就是這樣 你今時今日 你說有一班人 寫一封信出來 其實 會不會演變成 企業家發動的六四 當年 你說八九的時候 是一班大學生 發動的六四 現在就是 未去到企業家 不 未去到六四 是企業家 發表的不滿 是啊 而且他說的那些說話 我覺得已經比當年六四的學生 的宣言更加激進 重了很多 起碼 當年六四 都是一些學生 打倒官倒 嚴懲腐敗 和體制改革 現在不是 現在說要平反 捐打錯案 體制改革 這是很誇張 我覺得 你去到這樣 應不應該支持 應不應該聲援 如果你說有些有心人 是希望中國好的 希望 是可以有良性善治的 我覺得應該支持 其實是 你這樣說的事情 從抽空來說 真的很難說他錯 老實說 體制改革 什麼時候都對 共產黨都不敢否定 否定完 我們不走西方那套 不追求民主制度 不講憲法 七不講 他是承認 體制是要改革的 但是他就 將體制家庫裔 是親的意義 你不能說他錯 是的 好了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大家收看 好 下星期見 拜拜 希望下星期一 鍾Sir頂替的石破天驚 再見 拜拜